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教會今天有沒有覺得有個地方不太一樣 如果你沒有 兩個蠟燭 還有呢 如果你沒有鼻塞的話 進來的時候有沒有感覺到 什麼 門口有個十四 這我沒有注意到很好 還有如果你們下去上洗手間的時候 你們就聞到有什麼樣的味道 中華美食節的味道 今天我們有大江南北的美食 待會我們聚會後就要一起到地下室來享用它 對所以呢 感謝神大家的愛心 然後在這麼寒冷的冬天我們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學 我覺得是很美的事情 對 那在開始今天的信息前呢 我們先一起禱告 我們求上帝來帶領我們 親愛的耶穌我們謝謝你 讓我們在這樣寒冷的冬天當中 我們可以齊聚在 教會神的殿當中 我們一起來敬拜 一起聆聽你的話 也一起分享彼此團契 謝謝你將這樣美好的生活放在我們當中 我們求你在今天借著你的聖靈 大大的與我們同在 對我們說話 也求你打開孩子的口 我們謝謝你 求你帶領以下的時間 祷告奉耶穌的名 Amen 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啊 叫做其實你需要耶穌 然後現在如果你去那個Augustus Plus 會看到什麼 摩天輪對不對 我們睽違兩年之久的時間 好像聖誕市集又回到我們當中 我印象很清楚1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剛來 然後就龍仙弟兄帶我們去那個地方看看 結果這就是成為我們兩年後的最後一次 之後20年21年都沒有機會再去看過 我聽說本來去年好像本來要有 可是後來臨時又拆了 哇就是大家睽違了兩年 然後終於好像可以再去市集逛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逛過 但是我最近去逛過 就哇很好吃 也是充滿了香味 然後其實我喜歡吃的東西也沒有很多 就是像那個豆子有沾蜂蜜還有焦糖 然後還有像一些什麼 看起來很像那個叫做 土豆炸土豆的餅 那我不知道叫什麼我忘記了 對就很好吃 叫不出名字可是很好吃 然後也有看很多人用那什麼 什麼mine green green vine 對我沒有喝 因為我喝酒很容易頭痛 所以我沒有喝 但是就哇氣氛很棒 欸這麼美好的假期節日 好像家家戶戶都在享受都在預備 但是我們今天來想想看 我們聖誕節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什麼 那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 那其實呢我要跟大家先聊一下 你知道嗎有一個德國出產的哲學家 叫做舒本華有聽過他的名字 請舉手一下我看看有多少人 OK好謝謝請放下 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然後呢他的思想呢也比較悲觀一點 你知道哲學家就是什麼呢 就是觀察人生有沒有 然後用很精煉的話把它描述 你看一下他在這邊講到這個描述 你就覺得很有意思喔 他說什麼呢 人生就是一團慾望 慾望得到滿足人就會無聊 慾望得不到滿足人就會痛苦 人總是在無聊和痛苦之間 徘徊不定 邁向墳墓 留下無盡的遺憾和惆悵 所以他做的結論是什麼 人生根本就不存在幸福這回事 欸你去細細的去想他這句話喔 其實有的時候覺得還蠻有道理的對不對 真的你很渴望一個東西 當你一直得不到 你就會怎樣 心心念念一直想 可是又得不到 結果很痛苦對不對 但是你一旦得到之後呢 那個滿足感會一直持續很久嗎 也不會對不對 那個滿足感的保存期限 好像也不長 蠻短的 後來那個感覺就慢慢慢慢慢慢的退去 所以我為什麼今天先跟大家聊這個呢 看看這個時鐘 就是擺來擺去 然後時間就過了 我們的人生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跟今天的經文 剛剛讀了一長串 其實是很有相關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剛剛我們讀到聖經當中 這一段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說耶穌在井邊的婦人 跟薩瑪利亞婦人他們的對話 其實在這當中我們先看一下背景 先給大家看一下背景 那這個背景呢就是以色列的地圖 其實看以色列的地圖 其實只要記得幾點就好 其他的大概都可以掌握 第一個就是有看到兩個湖對不對 上面的湖是什麼湖呢 加利利海 那下面這個比較大是什麼 石海對不對 你躺在上面是可以浮起來的 我真的我有去過 真的那岩份很高很高 好中間有一條線 這個藍色的線是什麼 約旦河 對大概你記得這樣子 然後左右 你大概就摸清楚 聖經的地理是怎麼樣 今天發生的這個位置呢 看到耶穌他從猶太對不對 剛剛我們讀完 耶穌離開那個地方 因為這樣 法利塞人 就是當時候的宗教學者 聽到耶穌竟然搶他們生意 非常不高興 然後耶穌就講了 好那我走 他走的原因可能不外乎兩個 一個是他知道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耶穌很清楚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 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到底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要不要做什麼 但是耶穌非常清楚 他知道他那時候 還沒有預備要上十字架 他很清楚他的時候 所以他就離開了 那也有一個可能是 他不要跟他們增進 比來比去 不用 耶穌就離開了 離開了呢 我看從猶太這邊要到加利利 其實中間會穿過一個地方 是今天我們另外一個經文的 一個很重要的地理 地理位置 是叫做什麼 撒瑪利亞 那這個撒瑪利亞 是以色列他們分裂為南北兩國之後 北國呢 好 上下歷史課 北國就被一個帝國滷去了 那個叫做什麼帝國 亞 亞素 對 就被亞素帝國搬走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北國的首都啊 撒瑪利亞 你知道嗎 他們被擄去之後就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呢 開始通婚 對 跟他們的義族通婚 然後搬來搬去 對 所以呢就有很多亞素國的人 就搬到這樣 撒瑪利亞 也有很多撒瑪利亞的人 怎樣搬到外面 然後呢搬進來就怎樣開始 同婚對不對 你知道嗎 在猶太人的眼中 他們非常看重什麼 學童對不對 非常看重的是 純不純的猶太人 你的信仰 還有你是不是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們看這一層的人 都是怎樣 不潔淨的 所以以至於他們一般 如果從這邊旅行 要到加利利都會怎樣 繞路看到這紅線了 避開 不潔淨 我們不要沾染他們的誤會 為什麼很麻煩 你沾染之後還要怎樣 行這個潔淨的禮 很麻煩的 所以他們就 我不要不要 我們就繞遠路 但是呢 好 我們看到今天的經文 這邊約翰 約翰福音就是使徒約翰記載 他說怎麼樣 必須 耶穌必須要經過撒瑪利亞 很有意思 為什麼他必須經過呢 我想他其實也是可以 繞一下路 像耶穌體力應該還蠻不錯的 那時候就是走路走路對不對 他為什麼必須要經過 當我們讀完這個聖經的時候 我們好像看到怎樣 耶穌就要來跟這一個井邊的婦人 要有一個對話 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呢 叫做什麼呢 序家 好 這個在這邊 事件的旁邊 然後在這邊左右呢 各有一個山 叫基利 新山還有以巴路山 所以耶穌呢 就在這個井邊 好 雅各井 遇到這個井邊的婦人 好 那我們大概知道這個地點 之後我們再回過來 來看經文 好 這邊呢 他 耶穌 好 四章三節他就是耶穌 離開了猶太 好我不跟你們比來比去 我就離開 我到加利利海 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然後在那邊呢 時間是什麼時候 早晨 中午還是晚上 中午對不對 好在那邊有雅各井 然後呢 耶穌走路怎樣呢 會不會困倦 會 耶穌是完全的神 但是也是完全的人 他就這樣坐在井旁這樣 斜折一下 然後呢 另外一個主角就出現了 是什麼 撒瑪利亞婦人 他就來打水 哇天氣正熱 中午來打水 這個人呢 想不想 跟其他的人有些來往 不想嘛對不對 我就自己來 然後呢 就避開人潮 找那個離風的時段去打水 然後呢 碰見了誰 碰見耶穌 耶穌就跟他說了一句話 耶穌說啥 耶穌說什麼呢 請你給我水喝 哇 他這句話不得了囉 還記得我剛剛講啊 這個猶太人跟怎樣 跟撒瑪利亞人有沒有來往 聖經寫說沒有來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撒瑪利亞城是什麼 是不潔淨的 對他們是跟外族同婚 是不潔淨的 於是就保持距離 然後更不用說怎樣呢 用同一個器皿 喝水 因為其實這個來往的 原本的意思就是用同一個器皿 喝水或者吃東西 哇 他竟然怎樣 跟這個撒瑪利亞婦人 要水 這個婦人也很 很直接就回他說 你這個是猶太人 你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 要水喝呢 他覺得很奇怪喔 耶穌就跟他說 你如果知道 上帝的恩賜 還有 你知道 我是誰的話 跟你講給我水喝的誰 你早就跟他求了 他也給了你這樣 活水 唉呦 這個水跟井裡的水 聽起來他 他耶穌怎樣做一個很大的區別 Living water 還有這個water in the whale 是不一樣的 他說 如果你知道我是誰 你早就跟我求了 你會不會覺得 耶穌這邊講話有點故意 有沒有 有點故意 好像在引到下一個段子 下一個段子是什麼呢 耶穌就跟他說 這個水呢 跟井裡的水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 你凡喝這個井裡的水 會不會再渴 還會再渴 但是呢 人如果喝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渴 而且我所賜給他的水 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 你注意喔 這個泉源的原文的意思 也有怎樣 井的意思 所以你看他把水這樣分得不同耶 有這個地上井裡的水 雅各井的水 還有我所賜的活水 然後這個井也是一樣 有雅各井 還有這樣 你心裡面有一個井 活水的井 而且會一直有水出來喔 富人聽了就說 哇 這麼奇怪 那就先生你把這水賜給我 叫我不要渴 也不要這麼遠來打水 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地理對不對 這個地理喔 從序家喔 過去雅各井 那時候沒有S棒 也沒有腳踏車 也沒有腳踏車 就是要走走走 然後中午要走 哇很累的 然後耶穌就說 那你去叫你的丈夫也來到這裡 這個點就開始這樣搓 搓中怎樣 這個富人的痛處 這個富人的痛處是什麼呢 他說沒有 沒有 我沒有丈夫 哇 很硬的馬上回絕耶穌 但是你知道耶穌 在聖經裡面講的話 是謊話嗎 耶穌的話 簡短惡要 而且句句實話對不對 他就說什麼呢 是啊 是啊 你說你沒有丈夫 是沒錯的 對 好 我們直接先跳到後面 欸我這段金錢沒有留下來嗎 OK好 那我就講給他 他說你沒有說你沒有丈夫是沒錯 其實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了 欸弟兄姊妹 談感情容易不容易 會不會很耗心力 會嗎 我覺得是蠻耗心力的 當然感情是怎樣很美好 但是你要談五段感情 然後現在是怎樣 第六段 他現在說你現在有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 哇所以他代表什麼 對偷情或者是激怒這樣 破壞人家家庭或者是怎樣 有另外男朋友不知道 對 就是關係怎樣 有點複雜 對 他說你現在的也不是你的丈夫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婦人他心裡面有一種可慕 有嗎 他心裡面好像在追求一個東西 耶穌就很明顯的就告訴他 對 你講的沒錯 那其實呢 這就帶入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重點 我們一開始看到說舒本華講的這句話 那我們也想想看我們自己 其實呢每個人都在追求 追求什麼呢 某種滿足 薩瑪利亞婦人追求什麼 愛情 他想說哇 我渴望我的愛情 我的婚姻 像什麼窮瑤小說裡面的那樣的美好 欸不對喔窮瑤小說裡面好像都蠻悲觀的 可能就想說童話故事那樣的美好 他想要追求 但是他發現 哎呀這個男人怎麼那麼糟糕 哇 還傷害我 我不要不要 我要找下一個男人 欸哇下一個男人高富帥 哇這個好這個好 結果沒想到呢劈腿 啊不要 再換下一個男人 哇下一個男人可能會更好 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換一直換 他在追求一個他渴慕 要滿足他生命的愛情 其實我們也想想看我們自己 我們是不是也在追求某種滿足 比如說我們常常講說五子登科的 五子登科哪五子呢 好 妻子還有什麼 房子還有什麼 車子還有 什麼票子 什麼 孩子 還有 欸我們數了什麼 帽子 學位 學位 啊 我聽到的是不一樣 對不過帽子也可以 對 好 妻子 孩子 車子 房子 帽子 學位 其實我們也在追求某種的滿足 我們都會往往羨慕別人 對不對說那個家庭怎麼樣 或者那個人怎麼樣 而且我們在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階段的追求不同階段的尋求滿足 想想看我現在在追求什麼 其實每個人好像在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追求對不對 追求有沒有錯 好像沒有錯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知道你追求到之後 會不會帶給你長長久久的滿足 其實你想想看你曾經追求什麼 它會不會帶給你長長久久的滿足 我是一個愛車的人 當我買了那台車之後呢 你知道我的滿足感馬上就怎樣了 馬上就開始下降 因為我發現車子裡面有一個 瑕疵 對有個按鈕 我不是很高興 就是我按了之後就哇 以前都要鑰匙就按就直接開動 結果那個按鈕就 我最想要看到那個start還有stop 就被刮掉了 心裡面非常的難過很糾結 馬上滿足感就掉下來了 其實想想看我們是不是生活當中 我們也在追求某種 但是你追求到之後呢 哇那個滿足感就怎樣 馬上掉下去 所以其實我覺得某方面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同意那個哲學家講對不對 好像你一旦得到了 你好像就怎樣了 會覺得有點無聊 就覺得好像那個滿足感就開始慢慢遞解 撒瑪利亞婦人為什麼有六段感情 是大家精力旺盛一直想要談感情嗎 你知道談感情就是很傷對不對 很傷各樣的錢啊或者經歷等等的 當然他也有很美好的果實對不對 但是你要談六段感情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他在追求 他在追求一個滿足 但是有一個很可怕的謊言是 我一旦擁有什麼什麼之後 就會非常快樂非常的滿足 這是一個可怕的謊言 這個會帶我們的生命好像 一直在不滿足當中去尋找下一個 好像進入一個漩渦裡面 我有了這個我還要那個 我看到別人有那個我也想要有 我們有這個我就會不高興 我就會不滿足 其實我們人好像往往就是在滿足後 又陷入另外一個追求 得到之後呢又陷入另外一個追求 上禮拜我們聽了有三個見證對不對 其中有個姐有個見證 有個姐妹也在分享對不對 他在追求 追求完之後好像就這樣子 又在追求 又這樣到最後怎樣 心力交瘁 所以耶穌他必須到那個地方 因為他要怎樣呢 他要跟這個瀕臨這樣崩潰的婦人 他要跟他對話 他要解救他的生命 所以在這邊 耶穌就跟他說 沒錯你講的這句話也是對的 就是你已經有五個丈夫 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 婦人聽了就這樣 嚇一跳說 我知道你是先知 我都還沒有講 你就把我看透透都了解 然後他就問這個問題說 時候要到我們要在這山上禮拜 可是你說禮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 不知道他是故意轉移焦點 還是他真的 渴目想要問這個問題 然後耶穌就跟他說 啊婦人你當信我 你們拜父不在這山上 也不是在耶路撒冷 你們拜的你們不知道 我們拜的我們知道 欸其實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就讓我想到以前在家裡面 我就跟著家裡面拜拜 你知道過年嘛就是跟著家裡面 啊什麼都拜啊什麼都拜 但是有一次我問我媽媽說 你知道你為什麼要拜這個呢 她說別人跟著拜 我也跟著拜 反正這樣子最安全最保險 不會出錯 對就是有時候我們華人就講 跟著大家走對不對 比較不會出錯 欸但是你真的知道你在拜什麼嗎 你真的知道 你所拜的那個對象 他到底是誰嗎 耶穌就跟他說我知道 我知道他說時候到了 現在就是囉 要怎樣用心靈和誠實 欸這個很有意思喔 心靈我們比較可以了解嘛對不對 誠實是什麼呢 拜拜還有不誠實的嗎 他這邊誠實有個意思這樣 真理 說你要用你的心還要要真理去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來拜他 其實呢當我來到上帝的面前 其實我一開始在唱今天近海帶我們唱的這個歌曲 我一開始唱的時候 有的時候覺得歌曲的旋律不錯 但是呢有時候不一定馬上能夠了解 但是我越來越認識耶穌是誰 我越來越認識上帝是誰 我就越能夠怎樣呢 去敬拜他 因為當我了解真理 我就更多的認識耶穌是誰 那當我更多的認識他是誰 我就更多的願意去將我的心給他 所以耶穌在這邊 點出了一個敬拜真正的意義 不是在什麼地方 也不是什麼方式 而是你的心 還有你是不是真正的認識這位神 所以弟兄姊妹 認識神會幫助你進入到更深的敬拜裡面 我再說一次 認識神會幫助你進入到更深的敬拜裡面 當你真的到認識這位神是怎麼樣的神 你會將你的心全部的給他 所以你如果發現你敬拜當中好像沒辦法進入 或者看到大家怎麼都好像唱得很投入有沒有 你也不用硬強迫自己說 好我回去把這首歌背起來 我下一次也要這樣子 我把這首歌背起來 然後把這個名字 這個意義都記起來 我就可以這樣子享受 跟大家一起享受 不是的 你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你應該更多的去認識這位上帝是怎麼樣子的愛你 祂是何等的愛你 祂是為了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好我們再往下看 祂說神是個靈 所以你要拜祂是用心靈和誠實 然後這個婦人就繼續說 我知道彌賽亞就是誰呢 基督就是主要來了 祂來了會將一切都告訴我們 然後耶穌說我就是這個人 你在聖經裡面很少看到對不對 耶穌就是這樣很大方很直接的說 我就是那個人 好 哇 這個怎樣 婦人聽了之後怎樣 就是怎樣把這個水罐子 就怎樣 人在那邊 你知道他這麼大老遠去打水 就是要喝水對不對 但是呢 他現在竟然把水罐子就這樣留在那邊 往哪裡去 往城裡去 欸剛剛我們有講過為什麼他要中午來打水 是因為怎樣 不想要跟那邊的人有所來往對不對 但是呢他現在竟然怎樣呢 留下水罐子 往城裡去 對眾人說 欸你們來看 有一個人將我素來一切所行的事情都說出來了 哇我跟誰有關係 我曾經有什麼婚姻什麼什麼 他都說出來了 莫非這個人就是基督嗎 就是救世主嗎 大家聽了之後有沒有嚇一跳 肯定嚇一跳 這個城裡面的婦人 會不會恨這個姐妹 一定的嘛對不對 他有這樣五段婚姻 然後現在第六段感情還不是他的丈夫 會不會討厭他 會嘛對不對 或者你不討厭他 你也是聽 欸就是那個人 都是專門破壞別人的這個婚姻關係的 欸他怎麼來了 平常他都不在我們這邊 都是中午都不知道跑去哪裡 我們中午裡面打就是吃飯啊聊天 他都不見了 欸他怎麼來了 一定會嚇一跳的 但是呢我相信這個婦人自己也怎樣 他自己也嚇一跳 他怎樣呢 他把這個水罐子 喝水的罐子就留在那裡了 然後去城裡面 你覺得他有沒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有 他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裡面的那個羞愧感 有沒有不見了 他原本不想要碰見人 他有沒有現在很勇敢的碰見人 他的生命有一個好大好大的改變 因為他遇見耶穌了 因為他知道 哇他的生命 他在追求的 其實並不是愛情能夠帶給他真正的追求 也不是水能夠帶給他真正的滿足 當然啊 耶穌沒有跟他說不要喝水對不對 你知道上帝創造我們 我們是需要怎樣 要喝水對不對 對 可以不吃東西 但是如果不喝水多久就會死掉 大家有看過這個 兩天嗎 幾天 七天 喔不喝水七天才會死喔 欸蠻長的 是嗎 好像沒有那麼久對不對 應該 不吃飯好像可以久一點 可是你不喝水的話 應該是可能三天 這個大家可以回去再查一下 水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沒有說我們不要喝水 他創造人百分之七十都是水 我們當然是需要水啊對不對 但是呢 上帝在跟這個婦人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不要想說我去喝水 我去追求感情 你就會生命得到滿足 真正的滿足是怎樣 你找到了我 想想看喔 耶穌是 第幾個 能夠真正滿足他的人 他有五段婚姻對不對 現在是怎樣 第六段感情對不對 耶穌是怎樣 七在聖經裡面 是一個很特別的數字 七是這樣代表什麼 完全 上帝創造天地花了幾天 七天 然後當這個婦人遇到了六段失敗的感情 現在第七個 真正能夠帶給他滿足 帶給他生命的滿足 讓他知道 我是被愛的 我是神的兒女 我是被愛的 我不需要去找到一個來證明我是誰 或者來滿足我 我裡面的需要 其實那個婦人真正需要的是耶穌 同樣的我們也是 其實我真正的需要的是耶穌 先有了一 後面再加零才有意義對不對 如果前面都是零 後面再加一 這個就很少對不對 所以當你先了解你生命的意義 你會發現你所追求的其他的東西 都會怎樣 很有意義 但是如果你沒有先找到你人生的意義 你為什麼在這個世上 我以後要去哪裡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問題 但是是每一個哲學家都在尋找的 如果你沒有找到這一個的話 你後面再添加再多的零 都不會有意義 就像這個婦人一直在尋找愛情 但是呢 愛情沒有辦法給他真正的滿足 可能你在尋找是別的 但是呢 你就算得到 他也不會給你一個真正長長久久的滿足 除非你先找到那位創造你生命 那位愛你的耶穌 之後的靈就會有意義 讓耶穌帶領你前方的道路 你將會擁有一個真正滿足的人生 所以呢 最後我想要跟大家講兩點 第一個 如果你還不認識耶穌的話 我要跟你講 耶穌已經找到你了 他現在就坐在你的身旁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我回去看我過去 我是怎麼相信耶穌 你知道嗎 就是好像是我自己覺得我要去哪裡 我自己覺得我要去哪裡 但是你再去想 這麼多年之後 我就想 如果沒有認識誰 我如果沒有接受誰的邀請 我怎麼會去認識耶穌呢 有好多事情是我不能夠掌握的 耶穌已經找到你 你現在坐在這邊 聽這篇信息一定不是偶然的 耶穌已經坐在你的旁邊 他正在跟你對話 試著去相信他 試著向他禱告 你自己可以經歷到耶穌 是可以回應你的禱告的 他是活著的 試著相信他 耶穌已經找到你了 他就坐在你的身旁 如果你已經接受耶穌了 那牧師也要鼓勵你 持續的 花時間的 來到耶穌的面前 來親近他 怎麼親近呢 很簡單 三個 禱告 當你禱告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多的認識他 將你一切的需要 都帶到他的面前 你會發現神是聽禱告的神 他是會回應你的禱告 甚至超過你所求所想 第二個 來讀他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對不對 當你讀他的話 你就更多的認識他 你就知道他是誰 所以 當他的話充滿在你的裡面的時候 你就有力量 聖經說神的話是腳尖的燈 路上的光 你就會發現 哇 你好像慢慢慢慢知道 我下一步該怎麼走 我面對兒女的情況 我應該怎麼走 我面對到這個做生意 有一個不容易的決定 我該怎麼走 你會很清楚 要做一個決定 有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決定 但是當你讀神的話 神的話在你的裡面 聖靈幫助你說 有的時候我該怎麼決定 突然這句話浮現在你的心裡面 你就知道 啊 我要這樣的決定 好 我可以做這樣的決定 你知道嗎 當你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話 你就會發現 哇 真的上帝的話是我腳尖的燈 路上的光 你就能夠走得更怎樣 有信心 然後最後一個聚會 上帝創造人啊 是在講關係的裡面 我很高興今天教會 我們待會兒要下去一起吃飯 因為呢 人是這樣 不能夠獨居的 真的 人是不能夠獨居的 如果你獨居 你會發現怎樣呢 有很多問題會產生 其實這一點不需要我再贅述 在這過去這兩年 我們已經看到 如果一個獨居的人 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的 所以呢 上帝創造我們本來就是在團契當中 所以當你來聚會 你會發現 好像給你生命有不同的力量 就是上帝是創造我們 本來就是在團契當中 所以呢 花時間來到耶穌面前三個 禱告 讀經 聚會 另外呢 我要鼓勵已經接受耶穌的各位弟兄姐妹 學習做在怎樣有需要的人旁邊 對 跟他聊聊天 然後呢 也跟他做見證 見證是什麼呢 就像剛剛這個婦人說 喔 耶穌啊 他曾經怎樣 怎麼樣改變我的生命 他曾經在我的生命做了什麼樣 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 講完 OK 這樣就好了 有的時候說 喔 我是不是要帶他 一定要來教會 我都要帶他怎樣受洗 我要帶他怎麼樣這樣 才算是一個成功 不需要 對 那些都是上帝的工作 你要做的就是怎樣 單單的去分享你跟耶穌 其他的事情怎樣 上帝自己會帶領 上帝自己會吸引 你不需要給自己很大的壓力說 喔 這個人的 哇他的一生我都要負責 好到受洗我都要幫忙 哇好難好難 沒沒沒 一點都不難 你只要單單的坐在旁邊 跟他聊聊天 你就會發現 上帝為什麼要你坐在他的旁邊 還記得嗎 耶穌一開始怎樣 他說必須經過怎樣 撒瑪利亞 撒瑪利亞 你會不會有的時候 心裡面會浮現一個人 你覺得你必須要經過他 但是我們會不會繞過他 有的時候 上帝放在你心中有一個人 求神幫助我們不要繞過他 經過他 就算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完全沒有關係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有的時候呢 我要拜訪一個人 我真的不知道跟他講什麼 但是我心裡面就知道說 我要去拜訪他 真的 後來才發現 哇原來 上帝有美好的心意在我們當中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怎樣 我們不用扮演上帝的角色 上帝給你這個感動 你就不要繞過他 你就經過他 你自然會發現說 啊原來上帝在當中 有美好的事情要發生 原來上帝要透過我跟他 分享我生命這段故事 啊我就這樣講 至於之後呢 他如何回應 他要怎樣 如果你可以的話 再陪伴他 如果他還沒有馬上說 OK 那也沒有關係 那個種子已經在他的裡面 就是他會慢慢慢慢的去消化 去想 然後神的靈會慢慢慢慢的 吸引他來到他的面前 所以親愛弟兄姐妹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我們都需要耶穌 有的時候我們都會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當你願意把耶穌放在第一位 然後為這個禱告 尋求他 你就會發現 啊其實我真正的需要的是耶穌 如果你覺得你在婚姻關係當中 不容易 你可能開始要讀很多的書 溝通怎麼溝通怎麼溝通 相信我 我也這樣做 我曾經也這樣做過 因為我跟師母在教會就是交這個婚姻關係嘛 所以我們當然要讀很多書 但是我要跟你講 你就算讀了很多的書 到你真正要吵架的時候 你很難用到書裡面任何一個幫助你的話 真的 你會突然失意你知道嗎 你會突然不知道 我這時候應該用哪一條 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你說 如果你先來尋求耶穌 然後讓他來帶領你 哇我跟我太太跟師母吵架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看 祷告一下 安靜一下 很長的時候 就自來而來 你知道該講什麼了 真的 很長的時候 你就慢慢發現 我心裡面好像有個東西這樣 慢慢的消化了 我可以原諒他 弟兄姐妹原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嗎 但是當你尋求耶穌 你就會發現你可以原諒 你可以讓這個砍過去 很奇怪喔 就算你沒有用這個書裡面的這個溝通的法則 一二三三部 溝通的黃金四綠 但是呢 你跟他的關係就慢慢慢慢的好起來了 當然我不是說不要看 或者是以後有這個課程不要去上 都要上 那個都是很重要的零 但是你一定要把衣擺在前面 是嗎 你一定要把衣擺在前面 當你把衣擺在前面 你就會發現 哇後面那些東西怎樣 我都怎樣 可以用得出來 好像以前的武功對不對 你如果內力不好 你打這些招式都是怎樣 花拳秀腿 一點用都沒有 但是如果有內力 人家輕輕碰你一下 就被彈出去了 以前我看武俠小說是這樣 對 所以呢 先找到耶穌 讓他成為你生命當中的主和救主 你就會發現 哇我的生命真正的得到滿足 我知道我怎樣經營我的夫妻關係 我知道怎麼樣面對親子關係 我知道怎麼樣面對我在工作上面的不容易 我知道我怎樣面對在學業上的不容易 當你找到耶穌 你就會發現你滿足 你會有一個方向 你會知道說 啊原來我的人生是要去哪裡 以至於之後 你會更清楚知道那個靈要放在哪裡 你就會有一個真正滿足的人生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這樣 然後我想邀請敬拜團可以上來 待會呢我們就要下去享受美食 然後我要鼓勵大家多多的怎樣 不單單是吃美食 也可以怎樣認識一下 今天你可能不太認識的人 多多聊聊天 對認識一下彼此 我覺得挺好的 對 因為上帝創造我們 本來就是在人的關係當中嘛 對不對 但是在下去之前呢 我們一起來預備我們的心 好不好 我們來到上帝的面前 其實上帝很看重吃喝的你知道嗎 上帝很看重吃喝 吃喝代表怎樣 那種關係 吃喝代表怎樣 你不會跟這樣 在那個時候 你會跟真正有關係的人一起吃喝 吃喝代表是一個很親密的 團契的關係 可能你會說 喔今天我第一次來教會 那我都不認識大家 那這樣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剛剛說了 大家來這邊絕對不是偶然的 就是一定 上帝在這個 在這個冥冥當中 已經有美好的安排 讓我們可以今天 團齊在這邊 一起用餐 然後一起認識 在我生命當中 我發現過去的這個 很多很美好的這個機會 都不是偶然的 上帝已經怎樣 他定義 他就是要走入我的身旁 透過各樣的方式 要走入我的身旁 因為他要跟你講話 他要跟你有關係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要成為你真正的滿足 當你在尋找很多的事情 我想要這個我想那個 但是上帝要跟你說 讓我成為你真正的滿足 你就會找到 生命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到上帝的面前 然後透過這首詩歌 然後我們一起來表達我們對神的愛 我想邀請你好嗎 可以從你的位置上面起立 唯有耶穌 耶穌你呢 視下眼看見 耶穌你呢 我一直相信了 耶穌你呢 耶穌你呢 全兵釋放 就不可能 變為可能 唯有耶穌 善管天地挽有 唯有耶穌 唯有耶穌 能是誰變成就 叫狂風巨浪平息 他能赦罪心神寂 耶穌 無論與你相比 耶穌 耶穌你呢 視下眼看見 耶穌你呢 一致傷心了 耶穌你用 全兵釋放 一致傷心 帼不可能 也四肯變成就 唯有耶穌 謙有耶穌 契管天地挽有 遠流 尾他 唯有耶穌 能是誰變成就 وأ Любono 阿 compatible 天地挽有 為有耶穌 和世界 九 无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游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交光风巨浪平行 大能赦罪心神迹 耶稣 无论与你相遇 我们每一个人都安静我们的心 然后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 想想看你现在在追求什么 想想看你之前曾经追求什么 但是那个满足感持续很久吗 有让你真正的一直快乐下去吗 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隔一阵子 又在追求下一个 又在追求下一个 但是我相信今天耶稣要坐在你的旁边 他要跟你说 孩子 来信靠我 孩子 我是爱你的 我是创造你的 你今天在这边绝对不是偶然的 你知道吗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已经走到人生的 好像镜头和绝路 五段婚姻 六段感情 他在寻找 但是耶稣坐在他的旁边 让他知道 你要真正寻找的是我 当你真正的认识我 你就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自己 你就真正的了解 生命 是从耶稣而来 好像我们 心中的那一块大石头就落下来 你就知道 你应该要怎么样走你人生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今天 你愿意相信耶稣 接受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让他带领你一生的道路 可能有很多时候你有一些 你觉得做后悔的事情 或者你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雪 洗尽一切 他成为你的拯救 你的救主 他也要成为你的主带领你 如果你愿意 让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 牧师为你祷告 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心上 我相信耶稣 他就在你的旁边 他知道 他看见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心上 牧师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孩子要求你 来触摸我们 你就坐在我们的旁边 对我们说话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边不是偶然的 你在万人当中 你拣选我们 找到我们 主啊 就求你的灵来感动 现在手放在心上的朋友们 求你与他们同在 带领他们的生命 得到真正的满足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大家请坐 那 接下来